今天用的是牛肉甜 欸 欸 我買錯了 欸 我剛剛幹嘛不用這個鍋子炒的 那股龍頭我覺得應該是用剛剛那個牛 剩下的牛肉炒 等一下 趕快乾淨 陳奕涵小初娘上線煮咖哩 糊塗閃現網友驚喜喊第三胎 今天來一個做咖哩的小祕訣要告訴大家 這是洋蔥 我剛剛已經把洋蔥蜜蜜切好了 今天要來炒 陳奕涵10月22號才在電視金鐘獎 像戲劇類頒獎典禮一縷霧帶造型登場 欸 難道裡頭真的裝了驚喜嗎 近期他在網路剖出下廚影片 小父為多的樣子被網友猜測 是不是也有了第三胎 那好吃的祕訣呢 就是時間 我們要炒至少 40分鐘以上 要炒到它整個軟 然後焦糖化 今天用的是牛肉甜 欸 欸 我買錯了喔 掉起來我不是一條 牛腱 我們今天用的是牛腱 這個這麼搭這麼茄子 煎好了這個肉以後 我們來灑一點咖哩粉 可以放野蜜蝶香 微爪 少一點 鍋子呢 千萬不要洗 我們覺得髒的地方 要擦一下 但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要比較香的話 會不會放很多奶油 那我很好吃奶油 就有一個推放橄欖油 欸 我剛剛幹嘛不用這個鍋子炒了 然後把那個 咖哩 炒出來 不要有那個血水 不得水分一炒出來 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所以 我是喜歡炒的 比較偏乾乾的 有點焦黃焦的 其實胡蘿蔔我覺得應該是用剛剛那個米蘿 所以它裡面很小 很想把它乾淨 胡蘿蔔不是重點 但是到柴腿 我們把它摸成這樣 跟茄一樣 加水 先醃過食材 我會做 因為我想要很清澈的湯 就是不要有 吃起來有很多雜質的感覺 所以 這樣把一些 所以把 芋果泥跟 安甜的泥 加進來 把湯比較甜一點 好啊 經過最後大火翻炒 我們就把它 加進來 邊加邊試味道 但還是要用這個濾網 才會 把它 跟默默 用乾淨 我通常都是 給它滾大概20分鐘 小火 然後關火 蓋鍋蓋 好啦 經過了好幾個小時 我們終於煮好了 但因為 我一直以為我剛剛買的是牛肋條 但它是牛健心 所以它比較硬 所以我後來還拿去 你的壓力多 我煮了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牛健心真的不是而煮乾 給你 感谢观看